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演示如何来制作熊猫的杀掉表情包 我们可以用从网上找到现成的模板 也可以自己画一些模板 首先我们要新建一个文件 宽度我们可以加成600 700乘700 500乘以500 这些都可以 好我们点击确定 这里我们可以用铅笔工具来进行绘画 笔形我们用实心的把大小挑小一点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来画一个熊猫的头 然后画熊猫的耳朵 好这里我们要注意 我们这个边缘必须要核实 正好我们填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填成黑色 然后我们可以画一些手 好现在我们可以填色 点击UG筒工具 然后前景我们画上黑色 好然后呢就是头像 我们要找到一些头像 比如说我们用奥巴马这样头像 好我们现在用耗索工具 来选取一点一点的 来选取我们需要的 这样点的话是比较准确一点 OK然后点击回车 笔合然后点击编辑复制 然后点击到我们画好的这个小熊猫上 我们点击编辑 然后粘贴 我们可以用快捷键来实现 现在我们就进行移动 然后进行一个放大和缩小 放到我们那个熊猫头里面 然后我们点击缩放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呢 因为它拷贝进来以后 它是个浮动的选区 我们点击这个绿色的 它浮动选区变成一个新的涂层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方向 点击旋转工具 然后进行个旋转 OK旋转 现在有两种方式 将头部来变成一个黑白 我们首先用颜色 用预值 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 它的细节保留的不是很好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进行个调节 好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再用线平工具 来进行个修改 好的我们用第二种方式 好我们还是回退 然后我们点击颜色 点击去色 然后彩色到灰度 细节保留的就要好 然后我们调整上面的 它这个角度就是参数 下面的一些参数 都可以进行个调节 调整好以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现在呢 我们把灰色的部分去掉 可以用颜色 可以用颜色 然后用曲线 用曲线 将它的白色的部分拉大 把这黑的部分加深 这样它的细节保留就会很好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现在我们再用橡皮刷工具 来进行个调节 来进行个调节 好调好以后可以加入文字 比如说 然后大小我们可以调整 还有字体 好然后这些位置也可以进行调整 可以再加个底图 我们点击加一个透明的底图 把底图调成白色 把这个背景呢 把这个白色去掉 好现在我们点击颜色 颜色到透明 好我们点击去掉 好现在就是个透明的 好我们现在可以设成一个组 把这些放到一个组里面 OK我们这个组 点击移动工具 然后按住shift键进行个移动 好这个文字呢 我们也一样进行个移动 今天就根据网友的要求 来给大家示范 如何做熊猫的一个沙雕的一个表情包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做成动图 动图的方式 我前面有视频 就把这个图像的一部分 或者整体的图片 来做成一个动图 今天就演示到这里 希望大家点赞 留言并点击订阅